函数好了,假设我今天用FV函数 那问题来了 我们原来的写法是这样,就是说原来的写法是,也许我可以把上面的计算 复制贴到底下 贴到底下,然后多一个底线函数好了 那其他都不改了,这个InputBuds就可以删掉好了 那回圈范围这个没有问题,这都一样 那这一行你把它删掉好了,这一行你不用 那我只是在Sales IJ后面怎么样 以前会直接把那个公式怎么样 直接从那个 前面,我已经把它贴到这边,把它Ctrl C 这个其实就是在FV里面的这个啦,这个公式 Ctrl C 然后呢 把它Ctrl V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的这个,直接让它输出 可是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我们贴上之后 要再来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我贴上之后 那 我如果说我今天要 输出的话 但是现在如果直接输出的话 他会每一个都是 就是 丢这个公式嘛 所以我需要让它怎么样 让它全部都动态的 好,有没有 你现在 整个丢,它每一个都会是 50625 为什么,因为都固定是这个嘛 所以你必须什么,变动 列 跟燃 如果你没有变动的话 它就只向这个 那什么 变动那个 列呢 那前面讲过了 你只要看到那个四列 四列怎么样 就把它改成什么 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然后呢 and and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就可以了 那前后 记得再加什么 加空白 应该有影响 那 第1个 当然你列的部分 就会变动了 所以它往下 第1列 应该 就没问题 就是说 B缆的部分 我们试一下 那一样输入 50万 输出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有变动了 不过变动的话 只限在哪一个呢 B缆 这个地方OK 为什么,因为你后面这个B缆 没有变 它应该 如果你 J如果变成 J如果是2的话 那它应该是2 J缆是3 它这个应该变C J缆变4 它应该变成 D 诶,可是问题来了 其实这个地方 最容易卡住在这里 为什么,因为列号没问题 列因为它是什么 数字 可是蓝 很麻烦 它是文字 数字 怎么变文字 这个地方就容易卡住了 所以 其实我也想了很久 后来有两种解法 两种解法 但我不知道哪一个对你们来说 比较简单 我是觉得对你们来讲 两种都很困难 所以 不过我们就 那我们就先用 我觉得可能比较简单的方法 先跟各位做说明好了 其实最难就卡在这里 因为如果你单列 前面的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蓝 就会有什么了 我们跑的J是数字 那跑的这个蓝的名称 它是文字 那就会有问题 所以 你需要怎么样 要不就是 转换 如果它是2的话 你就帮我转成B 如果你是3的话 那你就帮我转成C 那你是不是可以写一个 什么 多重判断吗 是不是 如果J等于2的话 那 就把 就是再把 就是再 再多一个变数 也许那个蓝的话 那 C好了 Column好了 就等于什么 等于B 我这样可能要写很多 这是一种写法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写法 我印象中我这边有写一个方法 就是说呢 我这边可以有一个X X等于什么 等于 那我用MID来帮我代替 MID MID应该有印象 MID MID什么呢 那我这边的话 就会有一个 A 大概就A B C D 我们最多到第几栏 到 L栏好了 假设我今天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好了 好大概就这些好了 我有一个字串 然后呢 按一个豆点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从第几个 第几个 我里面打什么 这才是关键 我这边 打一个J 豆点 要几个字 一个字 好了 解决了 懂意思吗 那这边的话就是把 再把这个 改成什么 改成X 所以 这边B要记得把它 先选取起来 然后改一个 改一个 就是先切开 对不对 然后 endend 然后再把 把X放进来 然后再怎样 把它空白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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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懂 那个意思吧 其实 为什么会这样做 你想说 老师你这做 这有什么用途 其实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 如果他追如果是2的话 他就会从第2个 去抓一个字 丢给X 所以X这个时候是什么 B 如果他这个时候追是3的话 他就会抓第3个字 抓几个字 抓一个字 丢给X 诶 这样不就写套了吗 这样写是不是最简单 诶 想一想 你看 如果不这样写的话 你要写个多重判断 if else else 那不是一堆吗 对不对 那你写一行就好了 所以你看 这个我想很久才把它想出来了 所以这边提供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你看这一行 多好用 那如果说你有 很多蓝 可能到D蓝 你可能要A B C D 自己打一串 然后将来的话 这个抓的蓝 那就可能是 比较后面的蓝 那这一行 主要的用途是什么 把 数字 转换成 文字的蓝 本来是第2蓝 那它就变成B 第3蓝就变成C 然后串接在这边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把它串进来 那特别是它本来是B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串 方法跟刚刚一样 记得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做错 就是把它选起来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endend移到中间 本来是I 你就把它改X 然后呢 前后 把它空白 写完了 OK 好 这个时候的话 试试看好了 看好不好 OK 好 试一下 这地方 执行 50万 20 100 10万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公式 全部 就叫我们刚刚的 有没有 BCDEF 有没有 没有问题了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特别注意 虽然这一行没什么 但是 可能如果你自己要想 你恐怕想非常久 也还不一定想得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是一个解套的方法 方法 1 OK 完成了 这样应该 有简单一点 不过 我讲过了 还是很难 对不对 主要就是 把数字 转为 那个 英文字 OK 就是栏位名称 第1个方法 这个第2个的话 第1个方法 第2个 方法的话 我们一样 把那个 函数 再贴一下 那我们会用一个叫 Application 所以这边的话 恐怕这边要多一个叫做 Application . Blockshits function 或这一串东西 这可能要用到一个 用Application帮我们忙 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较融长 但是它 相对的简单一些些 比起刚刚简单一些 不过看各位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一串 函数部分 先试一下 那因为我担心 各位应该可能会做错 而且很容易做错 所以我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这边的话 干脆贴到这里 函数 这边 请各位试一下 我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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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刚简单的这一行 他可以解决 这个 数字 Wrong 就是说数字 英文的栏位 数字話和栏位 不好 第一个是方法 第二种方法 可能会打一大串 但是他也是方法 方法我想很多书里面也常常提到 有第二种方法 等一下来看一下第二种方法